張爺嫁威 吉隆堅水底 她是哲學歌手沈淮一 拿著吉他彈唱自創歌曲 諷刺蔡政府前瞻計畫 亂花錢 不好的媳婦一開始鄉 小櫻啊 一開始有高雄 不只創作歌曲罵沈淮一 有朋友陪同前往立法院 無限期絕食 要用最激烈的動作 讓蔡政府覺醒 如果這個政府還要強行的通過 那是完完全全的背棄的這個名義 民眾部門前瞻預算沒花刀口上 上個月經濟部長李世光 聽取台電 核四停建後財務報告 封存負債的兩千八百三十八億 因為前瞻八千八百億預算排擠 不只工業大戶 每戶要平均分擔七百多萬 家庭用戶每戶也要多支付 五千六百塊 這個報告是這麼的不堪的話 那我想百姓也不見得會支持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看起來好像還沒什麼用 我覺得把錢在計畫錢省下來 就可以去補那些東西了 你不要合嘛 對 那你就只好去承擔 只是雙雙雙雙 民眾被扒兩成皮 錢沾亂花錢 但核四亂帳還是由全民買單 民眾荷包縮水 很有感 超過今天民眾不但成的 錢沾立法院在闖關 恐怕明月一發不可收拾 記者 張霍鵬該選擇到 記者 張霍森 涡育水 rend get ou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